真放下了 你信德里面的智慧先前了 德能先前了 向好先前了 不是放下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并没放下 你放下之后无名先前 无名还是烦恼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烦恼先前 你不是真的放下 真的放下的时候 智慧先前 所以我们自己以为上放下 实在没有放下 这种误会很多 也很平常 所以真放下的时候 那个感觉不一样 佛法里面讲的 清安自在 这是你第一个得到的 你放下之后感觉的是 非常舒服 舒适 心底非常清净 非常的安全 是在这个境界 遇到事情的时候 智慧马上就进去 他不是不要操心 像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大众讲经说法 这个教训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 别人有问请教 自信里都流露出来 绝对没有想一想 我要怎么样答复你 想一想 落在意识里 你所能答复的时候 是完全凭你的常识 是知识 不是智慧 智慧是没有妄想分别 职者是智慧 由妄想分别 职者在里面是知识 不一样 智慧不要用心点 不要用心是用真心 就是不要用妄想 其心动念分别 职者是妄想 不用妄想 用真心 《论音经》里面讲 写识用根 识就是阿赖耶识 你把它写掉 写识什么意思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识 这就是写识 写识之后 你所用的什么 是六根根线 六根根线是真心 是智慧 是德项 这种转变 在大臣教里面说 顿根 上上根人 一念转过来 就成佛了 凡夫就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 是这个样子 六足慧能大肆 给我们实现的 也是这个样子 那是上上根人 顿谁 顿悟 顿真 就是一念之间 它就完成了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 是真话 一点都不假了 众生为什么变成这样 众生是一念之一 佛是什么 佛是一念之 什么一念 当下一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